今年稍早有媒体透露 美国人谎称是住在阿拉斯加尔开车进入加拿大 事实上却是来玩耍逗留 消息曝光后 加拿大当局7月起采取了严格措施加以制止 但仍有不少美国人偷渡入境 CBC报道 加拿大皇家骑警在BC省抓到了两批 共8名违规的美国人 开出4500元罚款 在一个案例中 加拿大皇家骑警护送5口之家离开加拿大 加拿大皇家骑警发言人肖伊赫特说 有些人继续不遵守规则 制定这些规则是为了保护所有人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 自推出新措施以来 绝大多数往返阿拉斯加的美国人都遵守了规定 虽然加美边境从3月中旬后就开始封锁 两国人民非必要情况或其他赦免原则下 不能开车越境 不过对于那些居住在阿拉斯加的美国人 是可以开车穿越加拿大去阿拉斯加的 但加拿大当局随后出台措施 强调这些要去阿拉斯加的人 必须采取最直接的路线 不得进行不必要的停留 CBSA于7月31号采取了严格的新措施 现在美国人进入加拿大时 他们会收到一份书面规则清单 以及出入境时都必须向CBSA官员报道 规则清单必须挂在汽车内的后视镜上 其中写着包括戴口罩 避免与他人接触 以及买餐点应该使用得来速的方式等 皇家骑警在8月31号 于BC省Ford Street 张城市 抓到了三名美国人 他们从华盛顿州要前往阿拉斯加 但三人进入餐厅 甚至没有戴口罩 还与两名加拿大顾客互动密切 这宗案件是由餐厅的员工揭发的 这三人分别被罚1000元 8月29号 皇家骑警也逮到了一家五口 从阿拉斯加驾车要前往华盛顿州 却在BC省发生违规的事件 最终家庭内有三个成年人分别被罚500元 骑警还护送他们到边界 确定他们进入美国 CBC新闻发现了第三起事件 一名美国妇女从阿拉斯加开车到蒙大拿州 却在8月6号于班府国家公园停车 而被亚省皇家骑警罚款1200元 BC省省长贺锦七月 曾在记者会上警告 美国人不要违规 要确保自己和其他人的健康 整个状态 做的事件 是你 很舒服的 不还是 贝